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妈甩脸子是吧 待会儿你买过了 你们吃吧 我妈难得来一套 你不是说你家很过分吗 我过分 人家正常是不是应该先问问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工作怎么样 你买菜了问什么 房子多少钱 车子多少钱买的 以后能给你 能给你们家花多少钱 拿多少钱的彩礼 干嘛呀 这不过分吗 小日 我辛辛苦苦把姑娘染这么大 我是不是为她未来着想 我听这些教学很过分吗 不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只要是嘴上说出来的都很轻松 那你们去达成一个试试啊 你 我为了迎接你第一天到来 我几天就把家请好了 就为了能陪你多晚几天 你一上来就跟我谈生意似的 车房咱站起步骑 你一开口就是一百万的财力 什么年代了 你干脆去想得了呗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你看我闺蜜结婚 你又不是没看到 人家老公又送车又送房 你再看看你 你闺蜜什么条件啊 人家是硕士研究生毕业 还陪她男朋友创业了这么多年 同甘苦共患难 经历过最苦最难的日子 才能有的今天 而你呢 你跟我这么多年 你干些什么呢 你这一日是嫌我姑娘没帮上你 你现在就开始嫌疑她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但她至少也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吧 这么几年她整天不是逛街就是旅游 那么是花的都是我的钱吗 花点点钱你就不要意了 我女儿人家享受生活啊 再说了 我女儿这么年轻漂亮 想找啥都找不到 你以为你是谁啊 那你你拿去找啊 你女儿她再漂亮有什么用 她再漂亮她能漂亮几年 她再漂亮现在不也还是一个空壳子吗 你让她现在享受生活 想做谁的啊 那么这是我的吗 怎么 坐享其成这种事 都得让你们给赶上了 我换句话说 要是我没有车没有房 工作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一年到头也挣不了这么多钱 把你们一步一步的算盘给掀翻 你要不要让她跟我在一起吗 那凭什么 对啊 道理你们都懂 那我是白痴吗